加州36号提案将会加重对盗窃和持有毒品的类伴的控罪 持有毒品第三次的类伴 需要完成戒毒计划或者面对重罪的指控 支持者强调 36号提案注重公共利益 可以对不法分子起到阻吓作用 黄蕴文报导 根据加州公共政策研究机构 Public Policy Institution of California发布的调查 加州36号提案到目前为止获得71%的选民支持 这个提案主张加重 加重的价值低于950元的毒品案和盗窃案的控罪 如果被告曾经有两次涉及毒品或者盗窃的案底 36号提案是要推翻2014年通过的47号提案的某些条例 47号提案主张涉案金额在950元以下的盗窃案 和个人持有低于限价的毒品均由重罪降至轻罪 被告不需要入狱 这样就可以减轻监狱的负荷 支持者认为36号提案有在于打击越来越严重的盗窃、抢劫和贩毒 尤其是取替致命的分泰尼有助于增强社区安全 今早提案的支持者举行会议和解释36号提案对于减低犯案动力和为毒犯提供机会的重要性 其中一名医生Dr.Renet Liv表示这个提案可以令社会更加安全 他也说即使我们可以同情有毒瘾的人 但他们对其他人的负面影响必须要负责任 因为36号提案会加重刑罚 加州刑事的支出预期会增加几千万元 反对的方论据是36号提案只会导致更加多的罪案发生 会重启过往失败的数毒战 而将简单的管有毒品行为视为重罪 只会令大量资源流向监狱 导致监狱人口爆棚 同时压减对预防犯罪 协助受害人 提供治疗 康复 更生服务等方面所需要的经费 反对者因为这样 指36号提案对于罪案是治标不治本 未能应对毒品、盗窃、抢劫等罪行的根本原因 26台记者黄泳文报道